新型冠状病毒 一家人到达新州后 接到电话 表示之前的结果有误 这名少年已被确诊感染 目前全家人已被隔离 西澳洲新增三例确诊 两例为海外归国者 一例为已恢复的历史病例 首领地新增三例确诊 均为从维州返回首领地的人 维州新增134例确诊 稍后带来详细报道 目前全澳的活跃病例为1285例 1277例为轻中度病例 8例为重度病例 澳洲疫情动态 维州确诊病例总数 升至2942例 活跃病例达860例 在新增的134例确诊中 75例与墨尔本 9栋公屋大楼相关 11例与已知病例相关 123例正在调查中 墨尔本圣文森特医院的 一名医生感染 据悉该医生在一个 急救医疗队工作 本周一仍在上班 密切接触的15名医院工作人员 已经自我隔离 另外 居民除了工作与学习 接受或给予医疗 锻炼和采购生活必需品 这四大理由外 不能离开家 与5月实施的同样为 三级限制措施相比 此次 封城有些许不同 包括家中不允许有访客 不允许离开封锁地区锻炼 禁止前往大墨尔本地区以外的第二套房产居住 昨晚 一架从墨尔本飞往悉尼的航班上的乘客 没有经过新州卫生官员的检查 救下了飞机 这严重违反了该州新冠疫情控制流程 按照流程 从墨尔本入境新州的人员 都需要进行两州的自我隔离 他们还应在抵达时 接受体温检测 以及回答一系列健康卫生方面的问题 需要确认在维州的住址 任何有症状者都需进行新冠检测 悉尼机场在一封邮件中称 杰星航空公司违反了新州政府卫生条例 允许昨天晚上6点53分 降落悉尼机场的JQ520航班乘客 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 救下了飞机 新州首席卫生官员克里钱特证实 机场存在问题 机场现在已实施管控 确保医疗队在场并 对入境旅客进行检查 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下飞机 他说 这架飞机上的乘客资料我们都有 显然他们买了票才能上飞机 我们正在追踪他们 如果发现任何违规乘客 我们会将他们移送警方 并根据是否有出现症状 而采取对应行动 以确保社区得到保护 今天凌晨开始 新州对维州关闭边界 除了新州居民和拥有豁免资格人士外 其他人将无法从维州进入新州 警方在新州与维州边境设置路障 在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协助下 驻守55个路口 覆盖4条交通要道 今天早上 维州开往新州的车辆 在边境检查站 排起长龙等候通关 并接受警方的检查 申请新州入境许可的网站 昨晚7点半上线 但不到一个小时 就遭遇技术问题而崩溃 当局表示 这是由于需求量过大所致 技术问题随后得到解决 目前该网站已恢复正常运作 目前 新州人可以前往维州旅游 但他们需要申请许可才能返回 且返回后必须自我隔离两周 除非他们住在边境城镇 紧急救援人员或执法人员 可以获得豁免 以便人们获得医疗服务或出庭 塔斯玛尼亚边境将于7月24日 对出维州外的各州和领地开放 今晚午夜起 没有豁免信件的维州人 将不准进入塔斯玛尼亚州 过去14天曾在维州拘留的人 也适用相同规定 从维州返回的塔斯玛尼亚州居民 将需要在政府安排的酒店中隔离 与此同时 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刚纳宣布 整个维州将被视为疫情高发地区 北领地边境将对维州无限期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 从下周五7月17日开始 处维州外的其他地区旅客 抵达北领地后 无需再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 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模型显示 封城可能会使澳大利亚 每周最高损失40亿澳元 鉴于维州约占全国经济的四分之一 所以这意味着 维州经济每周就要遭受 大约10亿澳元的影响 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称不会向维州封锁地区的人们 提供免费诱托服务 但对于墨尔本处于封锁中的父母来说 如果他们决定不让孩子去日托中心 就不会被收费 通常情况下 父母不仅要支付诱托费用 而且如果孩子太多天不去 还会有失去入托名额的风险 澳总理莫里森表示 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入境澳大利亚的国际旅客人数 以减轻各州和领地酒店隔离的压力 自三月以来 入境澳大利亚的国际旅客数量大幅下降 但莫里森表示 他周五 7月10日将向全国内阁提交一份提案 以进一步限制人数 莫里森没有具体指出 他的提议将如何减少国际抵达人数 但他表示 此举并非是为了暂停国际旅客入境 而是控制人数 莫里森还表示 对各州和领地酒店隔离所面临的负担感到担忧 认为 归国旅客自费进行酒店隔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